今天早上就看到这则新闻 看到很多人拉布条 报警被骗 还有看到很多留言说 他们很痰之类的 其实不可以怪水鱼因为 很多水鱼有告诉小蜜蜂 他说他们起初是不相信的 可是因为他们看到每个身边的人 放了钱都有拿钱 所以他们才慢慢相信 把钱放进去里面 怎么知道是一个骗局 所以我想唱这首歌 随于哭起来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随于哭起来 我的心中又无间感慨 多少人民被骗 多少百姓已上当 我还没有保护好你 好像初次的直播 遇到第一个威胁 我的眼泪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经过多少恐吓 经过多少威胁 告诉自己要忍耐 老钱压下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剧将随时崩盘 水鱼哭起来 我心更明白 哭声教会你我的爱 这个骗局 是以保险的名义来 又骗人民百姓 我已经在去年看到 有假借信托 还有优先鱼的名义 来诱骗人民百姓的 我心已上当 我还没有保护好你们 好像初次的直播 收到第一封 Letter of demand 我的眼泪忍不住 这位 Connor Fal koll 李萱华压现出 阴大天压下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剧将随时崩盘 随于哭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老千崖下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剧将随时崩拜 随于哭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把所有的报告呈上去给监管单位 希望他们保护人民 不要等到崩盘的时候才做东西可以吗